中亚主要民族 汉人 朝鲜人的祖先都有据可查 唯独日本人的祖先是个谜 有种说法说日本人的祖先是秦始皇派去的徐福 徐福携众同男同女东渡为了始皇帝的长生不老先丹 可是众所周知徐福东渡的行程是有去无回 所以导致了很多人猜想日本人的祖先很可能是徐福 那么徐福究竟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呢 科学给出了谜案的答案 徐福到底何许人也 其实徐福并非是个传说人物 1982年经考证他的故乡乃是今天江苏省连云港郊外的徐福村 在中国古籍中徐福是个聪慧过人且大胆细心的骗子 因为当过方氏可还算个早期化学家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为高权重最盼望的就是长生不老 于是公元前219年徐福来到秦始皇宫前声称自己能找到不死药 说是山海经中有记载的蓬莱方丈 赢州三座仙岛中有一种不死药 然而第一次东渡徐福并没有带回来什么不死药 他告诉秦始皇 东方确实有仙药 但是神仙需要三千同男同女各种人间礼物 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挡路 还需要强弓弩击退大鱼 秦始皇都答应了 结果徐福却一去不复返 徐福去了日本后没有回来 反正那时秦始皇已经死了 徐福带去的人在那繁衍生息 他们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至今日本还保存着不少徐福活动的遗迹 如歌山县徐福和他的船员七人墓 九州岛佐贺县徐福上陆地纪念碑等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徐福东渡只是传说 那时航海技术差 稍有大风浪就会船只轻浮 东海风浪可不小 徐福东渡日本怎么也的几个月 难道这几个月都没遇到大风大浪 至于徐福在日本留下的遗迹本身就很可疑 这是千年后的日本人修建的 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就是徐福的活动遗迹 又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真 但最后达到的不是日本 而是琉球 台湾 更扯的是 有人说他到了美洲 美洲印第安人是黄种人 他们是中国人后代 日本人一直努力搞清自己来自哪里 他们通常把目光瞄准在大陆上 不管怎么说 日本人与中国人在长相上几乎没区别 从地理山看 朝鲜半岛离中国最近 但半岛上的居民与中国人外貌差异明显 反倒更远的日本与中国人长得没区别 这点很值得研究 近日 根据最新的分子人类学 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研究表明日本人和藏族在基因上是近亲 东亚其他地区除了西藏其他地区都没有基因 日本的基因是西藏基因占50%成分 至于西藏人怎么到了日本这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部分来自南亚 即基因是3万年前位于菲律宾群岛和印尼群岛的南亚人迁徙过去的 还有一部分是极北基因2万年前位于西伯利亚与北海道地区的人迁移来的 基本是个混合人种 从这里可以断定 徐福不是日本人的祖先 但是根据日本人的考证 徐福确实到过日本 分析古代墓葬以古证明 徐福东渡时期 日本关西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骤然升高了5厘米 由此推断 这很可能是徐福和他的部署登陆后造成的局部人种改良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人的基因里 有1%来自中国云南地区 而日语讯读发音图语发音也和云南那西族的语音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徐福东渡 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根据中国方面的史籍记载 徐福要求的3000同男同女 秦始皇也没法一下子凑齐 这个时候 秦军刚巧征服了西南夷 于是秦始皇就下令这些被征服的部族提供所需要的同男同女 西南夷 就是现代云南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因此 如果这些西南夷的后代 借徐福东渡融入日本人种 带给日本人1%的云南基因便有据可循了 所以说 徐福不是日本人的祖先 却帮助日本改良了人物